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雅加达南区的国家法院 今天的庭审议程为检查证人 检察官将会邀请理查的爱理者作为今天的证人 我刚才是大约7点15分抵达现场 并看到了现场的情况显得还是比较冷清 但是就在刚才快8点的时候 就像大家所看到的在我身后 已经来了大约是8个人 他们是来自社会各层次的人士 特地来到雅加达南区国家法院 来支持理查的爱理者在今天的庭审里提供证言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尚未看到这两名被告人 也就是菲尔蒂桑博与普特利 以及证人的到来 另外如果根据昨天12月12号的庭审里 理查的爱理者的律师罗尼达拉贝西 考虑到由于理查的爱理者在此次谋杀案 是扮演着司法的合作者 而理查的爱理者与他的前任相似 也就是菲尔蒂桑博 或者是主要在此次谋杀案的主要被告人 面对面 而理查的爱理者本身在此次谋杀案的庭审里 已经两次提供证言 第一次就在11月30号当天的庭审里 如果回顾当天的庭审里审判上 瓦游曾经向理查的爱理者提问 在谋杀约苏华之前 菲尔蒂桑博与普特利 或者是普特利与约苏华之间 是否发生过争吵 理查的爱理者解释 大约在今年6月初 当他指板的时候 他曾经与拿着枪的约苏华 普特利以及另外一个保镖 在雅加达南区的格蒙街区 扰来扰去 最后他们停在雅加达南区的班嘎街道 访务里 在普特利与他的女儿 进入访务的半个小时之后 菲尔蒂桑博与他的两个保镖 进入了访务 但是爱理者表示 当时他并不允许进入在访务里面 他只允许在门外守护者 理查的爱理者表示 从访务里面出来 一位女性边哭着边走回去 到底是谁 爱理者表示他也不认识 关于此次事情 审判上瓦尤也像 昨天作为真人的普特利 确认了是否有发生过那件事情 普特利坚持说没有 关于普特利的否认 理查的爱理者 还是坚决说有那件事情 因为在今年6月初 确实有发生过那件事情 但是最后普特利说还是没有 所以在今天的庭审里 将会有哪些新的证据和揭开新的事实呢 答案就在庭审 以上是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 回到严博士 敬礼 我的非常谢谢李树珍 从亚加达南区国家法院 给我们发回来的报道